17届的大河中心舞蹈季 吸引了来自日本国内外的 200多个团体参加 超过23000人的各代表队 以舞蹈形式表现着他们 本土文化 风土人情 民族民风的历史变迁 他们情绪高昂 努力地将日本古运与现代风貌结合 在音乐节奏的起伏中 翩翩起舞 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 首次应要参加的日本法轮大法 天国乐团由200人组成 气势庞大 鼓声雄壮 旋律悠扬 第一次给民谷屋观众 带来中国古老文化的新体验 我们演出的过程 民众也给予我们很多的掌声跟肯定 我们也希望说利用这样的活动 把我们法轮大法的美好 带给民谷屋这边所有的观众 我们出场了 有六场的定点演出 然后两场的游行的演出 我们总共的人数达到 210位团员左右 所以在日本来说 这也是非常大规模的一次军乐团的活动 此次盛典历时两天 期间多家电视台同时现场直播 大约数百万观众 当天通过电视观摩了此次盛典 新唐人记者李书健 民谷屋向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